美中竞争是因为中国想把世界改变成符合威权模式的样子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9年2月8日 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国防部亚太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 2月7日在华盛顿说 中国一直把自己打造成国际秩序的捍卫者 但是中国所维护的世界秩序是有选择性的 并且是不完全的 他说美国之所以要与中国竞争 是因为中国想把世界改变成符合威权模式的样子 而美国与中国竞争就是要有能力维持 以制度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美中为什么会竞争 薛瑞福星期四 在美国智库国家 亚洲研究局一个题为中国扩张的战略野心 报告发布会上发布主旨演讲 他说美国之所以必须与中国竞争 是基于以下几点原因 他说中国想把世界变得与其威权模式相一致 第二中国侵犯别的国家主权改变他们的行为 使其更符合中国的喜好 第三我们看到了共产党在中国国内的治理 从人权和尊严来说越来越威权 越来越残酷 第四我们与中国竞争是因为中国认为他们与我们在竞争 他们在发展能力 目的就是要削减我们的优势 而且他们的行动是以修正主义的愿景为指导 美国为了优势和影响力而竞争 他在演讲中说 美国和中国竞争为的是保持美国的优势 维持美国在国际和区域的影响力 因为只有这样 美国才有能力推行支持和保护 以制度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他说中国利用现行的国际秩序和制度达到自己的目的 但是同时也在破坏 以制度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价值和原则 薛瑞福在演讲中 援引国家亚洲研究局的最新报告说 中国一直标榜是现行体系的捍卫者 但是习近平要捍卫的世界秩序是有选择性的 而且是不完全的 薛瑞福没有提供细节 但是国家亚洲研究局的报告说 习近平只是保护那些 有助于中国崛起的经济一体化的元素 例如中国在继续要求美国和全球对其开放市场的时候 却拒绝为了扩大中国的市场准入而纠正中国经济中的结构性障碍 不过薛瑞福强调在美国文化中竞争并不意味着对抗 竞争并不是一定要对抗 更不是冲突 在美国文化里如果是公平和安全的竞争的话 应该对双方都有利 中国的军事现代化是以应对美国为目标的 薛瑞福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时说 中国把美国看作竞争者从中国的军事现代化目标中就可以看出 他说中国已经进行了几十年的军事现代化 在我看来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为了应对他们关心的突发事态下美国的干预 我记得在9596年台海危机的时候 中国立即购买了导弹 那时候人们也把他们称为航母杀手 他们长期以来的兴趣一直是应对我们的能力 并不是因为我们现在执行的自由航行行动 而是因为他们把我们看作竞争者 所以这是一个长期的趋势 并不是因为我们增加了自由航行行动 这同时也反映了两国竞争的本质长期性和持久性 这需要我们以及我们的盟友和伙伴持续不断的努力 他还说美国在南中国海进行自由航行行动的目的 就是要让中国那里的军事化设施尽可能不起作用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的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美国议员 你邀请台湾总统蔡英文至国会发表演讲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9年2月8日 德国之声报道 包括克鲁兹在内的数名美国参议员 2月7日致函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希望他能邀请台湾总统蔡英文至美国国会发表演说 克鲁兹美国时间 周三在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发表外交政策演说时 提到他请众议院议长佩洛西邀请蔡英文访华府 而此举于周四得到另外四名共和党参议员的响应 然而 有鉴于美国与中国目前外交关系紧绷 且仍处于试图解决贸易争端的阶段 外界担忧 如果美国国会正式邀请蔡英文访华府 恐将使北京不高兴 根据路透社报道 佩洛西的助理在截稿前并未正面响应此事 台湾总统府2月7日晚间则透过外交部表示 目前蔡英文暂无访美计划 但也对美国议员的力挺表达感谢 外交部说 台美双方一向将积极强化台美各层级互动交流视为共同目标 而美国去年通过的台湾旅游法 充分展现了美国行政与立法部门 对推动台美各层级官员互访的立场是一致的 台湾外交部强调 未来台湾政府将以务实态度 持续推动台美官员互访 并保持与美方密切联系 民进党立委王定宇接受台湾苹果日报访问时表示 过去两年 有美国国会提出跟台湾民主自由与安全相关的法案 都迅速被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成正式法案 这与过往美国国会的处理方式有蛮大的转变 然而国民党立委对此事则感到不乐观 指出他们担忧台湾成为中美决力战下的牺牲品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的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人权必须是美国与中国谈判最核心的价值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9年2月8日 美国之音报道 我们必须打造一种文化 真是人类纯真生命的尊严和神圣 美国总统特朗普2月7日 在年度全国祈祷早餐会上说 他的讲话 被台下来自150个国家的数千位宗教领袖 政策制定者工商界人士的掌声打断 所有的孩子 不管是出生的还是没出生的 都是按照上帝的神圣形象创造的 特朗普说 更长时间的掌声和欢呼声在华盛顿西尔顿酒店的大厅里响起 掌声平息后 他继续说 每个生命都是神圣的 每个灵魂都是上天所赐的珍贵礼物 美国对华援助协会主席傅希秋 是现场起立鼓掌的听众之一 早餐会结束后 他对美国之音说 总统的这番话包含了对人权自由的核心基石的尊重 他说 特朗普也特别提到 本届政府的优先课题就是捍卫保护 推动宗教自由 不管是美国国内还是国际的宗教自由 早餐会上的另一位主旨演讲者 非政府组织国际公益协会的创办人 兼总裁侯嘉里说 恐怕很少有人知道当今世界的奴隶人数比人类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多 现代奴隶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广泛和残酷 侯嘉里说 据估算 全球目前有4000万人被奴役 其中70%以上是妇女 每4名奴隶中就有一人是儿童 一天前 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一场关注新疆问题的研讨会上 美国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汤姆科顿说 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就是中共政治局在西藏和新疆的奴隶主 科顿说 在新疆80万乃至数百万的维吾尔人正被拘押在当代的古拉格群岛 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 理事长杨献宏已经是第五次从台湾来美国参加全国祈祷早餐会 他对美国之音说 奴隶制这个词可能不足以描述共产党政权的邪恶 我们认为共产党是不把人当人的一个党 他说我们有时候很难理解共产党为什么用这种方法去对待别人 因为他没有把他当人 杨献宏是台湾资深媒体人在中央广播电台主持一档名叫为人民服务杨献宏时间的节目 自2005年开播以来 他电话采访了海峡对岸包括刘晓波、高智盛、胡佳、陈光诚在内的许多著名维权人士 谈到为何常年推动台湾声援中国人权 杨献宏说 他和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曾达成过这样一个共识 你不把民主自由送到中国 他就把专制独裁送到台湾 我很害怕 我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在中国的议题上这么努力 就是我相信这个事情 当我们没有把民主自由送进中国的时候 中国会把他最邪恶的东西送到你家 所以我们必须做 他说 杨献宏告诉美国之音 此番来美国 他感受到美国正越来越多的强调人的基本价值 美国政界高层进来的一系列讲话显示 触发美中紧张关系的不是单纯的贸易问题 而是两国在核心价值上的对立 我认为川普和彭斯政用非常隐喻式的方法告诉中国 你不进行政治改革 你根本没有办法好好跟我谈所谓贸易问题 杨献宏说 人权必须是两边谈判中最核心的价值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的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第二次川金会有可能被载入史册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9年2月8日 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在他的国情自文演讲中 宣布他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将于这个月底在越南举行第二次峰会 美国务卿蓬佩奥表示 川普总统在会晤金正恩时将寻求推动这位朝鲜领导人履行无核化的承诺 有分析人士认为 如果美朝领导人同意结束朝鲜战争 这次峰会将被载入史册 川普总统在星期二晚上发表的国情自文演讲中表示 他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将于2月27日至28日在越南举行第二次峰会 他说 作为大胆新外交政策的一部分 我们继续历史性的推进着朝鲜半岛上的和平 川普总统还表示 他相信 如果不是他当选总统 美朝之间正在进行一场重大的战争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星期三在接受福克斯商业网络电视的采访时 谈到了对这次峰会的期待 他说 这次峰会对全世界都是一个真正的机会 而美国的外交官正在朝鲜为这次峰会奠定基础 他说 我们期待金委员长将履行他去年6月 在新加坡做出的将他的国家无核化的承诺 这符合朝鲜人民的最佳利益 显然也最有利于保护美国人的安全 这就是总统的使命 而这正是我们在几周内前往越南时将要寻求的 在川普总统改变美国以往的做法 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展开元首外交以来 朝鲜已经15个月没有试射导弹了 不过 美国很多朝鲜问题专家仍然怀疑金正恩会放弃核武器 联合国一份最新的报告说 朝鲜正在努力确保其武器不会被军事打击摧毁 在被问到是否认为朝鲜仍然有可能实现无核化时 蓬佩奥说他当然相信而且在讨论中看到了这一点 他说金委员长对他自己的人民说 他们需要改弦更张 他们需要推动他们国家的经济状况 这些都是他的话不是我的 我认为金委员长有机会继续履行他所做出的承诺 而我们反过来也将履行我们做出的维护半岛稳定 以及使朝鲜人民有一个更美好未来和更光明前途的承诺 国家利益中心防务研究主任卡奇亚尼斯认为 川普与金正恩在越南有真正创造历史的机会 他说如果川普和金正恩同意一劳永逸的结束朝鲜战争 第二次峰会将会被载入史册 不过他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 这位防务问题专家认为 一个更可能的结果是朝鲜方面拆除宁边和设施 以换取某种形式的制裁减免 在他看来 虽然华盛顿可能在朝鲜完全无核化之前 不愿意削弱他的压力最大化运动 但是以行动换行动 看起来是双方向前推进的最现实的道路 他说只有在找到一个双方各自做出实际的 可核实而且不被看成是损失的让步的方案 才能确保成功 目前在美利坚大学 教科的政治评论人士卡法罗并不对第二次穿京会有太高的预期 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很难评估这次峰会能取得什么成果 他说当你与一个已不诚实不履行承诺而臭名昭著的外国势力 进行交易和谈判时总是很难判断谈判的进展情况 在他看来美朝谈判将是一个过程 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管理项目主任贝尔特认为 第一次穿京会对于川普总统来说并不是很顺利 双方对会议声明有很不同的理解 他们也没有为朝鲜无核化提供一个清晰的时间表或是足够的执行机制 甚至朝鲜半岛无核化的想法在美朝之间指的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他希望第二次会晤能够吸取第一次穿京会的经验教训 他说在进入这次会议的时候 他得做得好一点 试图找到向前推动的途径 因为在上次的会晤中没有做到这一点 南加州大学的政策分析师杰菲认为 这与川普总统目前在国内的处境有关 他对美国之音表示 我认为部分原因是川普希望把人们辩论和媒体报道的焦点 从国内政策的一团糟转移到国际舞台上 谁知道这两位领导人为了举行这次峰会 而达成了什么交易 或是在他们结束会议时会达成什么协议 但是很明显 他们两个人都将表示 他们从对方获得了一些东西 川普与金正恩去年6月在新加坡举行了历史性的峰会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的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台湾政治人物以发红包为清明战术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9年2月8日 德国之声报道 眼看距离2020年1月的总统大选 只剩下不到一年的时间 政治人物趁着年节纷纷卷起库管 开始巡回 楚西夜 台湾总统蔡英文前往佛教圣地法古山壮中祈福 初一到初四则从台北开始 相继前往新北 桃园 云林 嘉义 台南 高雄 高雄 平东 张化 南投 台中 苗栗 新竹等县市平均每天走访三到四个宫廟 在过年之前 总统便先行在通讯软件LINE上面的官方账号贴出走春行程表 让民众按时到场领取免费附带 国民党内有意角逐总统大选的四个政治人物 过年期间也各自安排行程 国民党主席吴敦义踩点南投高雄 前任新北市长朱立伦则回到曾经执政的桃园新竹 前总统马英九则踏足桃园新竹苗栗台南高雄屏东发放亲笔书法福卡 阵仗不小 为大选铺路的心态昭然若揭 发红包文化 台湾政坛的发红包文化可以回溯到2001年时任总统的李登辉 他任职总统期间过年都会回老家三只发红包 当时就有不少人喜欢领总统红包讨吉利 当时他的红包袋都一律装200元现钞 后续陈水扁也比照办理 但是在2004年会选门槛定为30元台币之后 红包内容物就改成硬币 后来除了总统 行政院长也开始发起红包 现在各个地方首长也盛行用红包来接触选民 在台湾大部分的公司行号与政府机关在过年期间都会关门休息 放员工回家团圆 这对政治人物来说反而是接触选民的大好机会 一是顺着年节的喜气 政治人物得以卸下平日的正经 有助于为个人形象增添亲和力 二是借着年节的名义 政治人物能用公开行程来吸引人潮和媒体 不仅能增加媒体曝光 还能够高效率的接触平时躲在家里或办公室的选民 面对面建立好感 从老百姓的角度出发 崇拜政治人物的人会珍惜这个接触本尊的难得机会 对政治没有兴趣的人 通常也会觉得凑热闹拿个红包 附带有一种应景的乐趣 不会排斥 想要争取选民支持 除了面对面博感情的路战之外 在社群媒体塑造形象的空战也很重要 这是因为虽然老一辈的民众还维持着年节 参拜地方宫庙的习俗 年轻一代却已经渐渐流失掉这份热情 虽然会与家人团聚 却不见得献身庙语 因此政治人物们抓紧年轻人最常使用的社群媒体 透过拜年影片创造话题 例如总统蔡英文2月4日在脸书上贴出拜年视频 对象放到全球华人用国语台语客家话 粤语潮州话五种语言对民众说新年快乐 只是录视频又比走春拜年来的更需要技巧 稍有不慎就会弄巧成桌 2月5日现任行政院长苏贞昌拍影片 呼吁中国加强非洲朱温防疫措施 却用上最触犯中国敏感神经的玩偶 小熊维尼来类比中国政府 引发业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联想 有人认为幽默 有人认为玩笑开过头 正反评价两极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的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杀判 杀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